大家好,最近大家在家里面抵抗疫情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呢? 很多时候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看一看这个社交软体社群网站里面 我们的朋友、亲人、家人都在干什么东西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文章、不同的视频、不同的照片 引起很多的话题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,感觉大家都有一个话语权、一个说话的权利 但有时候我们是看不到完整的图片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? 圣经教导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 叫我们要快快地听,但慢慢地说,慢慢地动怒 就是帮助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里面学习这样的教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